這是晚飯前的一堂課 不用太緊張 放輕鬆 我講的台灣史解碼 來 開始 先講我這邊演講裡面說的資料都是教學用 沒有商業用途 所以前陣子有些同心跟我要圖片 我說抱歉不能給你 你要的就上網去看 因為這算是一個教學的課程 圖片不外借 我也是跟人家借來的 好 雖然已經發生的事件 event 只有一個 但是一旦訴諸語言 文字來描述的時候 就必須採取某種觀點 因此所有的歷史都有觀點 說到觀點 來 下一張 中間錯過一張 沒有啊 好吧 那就上一張好了 觀點 每個人都有觀點 你有你的觀點 我有我的觀點 男生有男生的觀點 女生有女生的觀點 在美國的白人有白人的觀點 印第安人有印第安人的觀點 請進行關 請進行關 我剛才講 每個人都他的觀點 美國的白人有白人的觀點 印第亞人有印第亞人的觀點 絕對不會一樣 因為每個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場去看事情 可是你的觀點重要不一定 可以決定事情嗎 不一定 像美國人 印第亞人有印第亞人的觀點 請儘快就坐 下次我等大家到期我才開始上課 要不然這樣子我沒辦法上課 一直被打岔 沒辦法上課 印第亞人有印第亞人的觀點 可是今天活在美國這塊土地上 是白人決定印第亞人的觀點 你有觀點沒有錯 So what? 白人決定印第亞人住在保留區裡面 所以你的觀點重不重要 不一定 每個人都有觀點 可是你的觀點重不重要 不是你決定的 就有點很客觀的事實 來 下一張 我剛才講到史觀 在台灣我們的史觀是被給予的 不是我們自己產生的 之後你會慢慢知道為什麼我這樣講 這個史觀叫做佔領者的史觀 灌在你們頭上 所以你們現在最近一直在發生很多事情 來 我先跳到下一張 再回來這一張好了 你們來這邊上民政務的法理課之後 你會發覺一件事情 我過去那一張圖怎麼都是怎麼樣 我過去我以為對的那一套系統 現在是崩潔 瓦解 瓦解 因為你過去那一張圖是國民黨有目的的 灌輸在你頭上的 你的史觀是被給予的 你並沒有自己去建構 是白人給你教 透過什麼 透過教育 透過媒體 不斷的給你灌 現在這個真的史觀是出來的 所以你會發生decentralized self 你自己會 中心不見了 以前建構你的中心思想 認知的那個方式不見了 被摧毀了 所以你就發現identity crisis 就是你自己這個人是誰 所以遭遇了危機 前所未有的危機 我是誰 我是水 我在這邊做什麼 我活到今天到底怎麼回事 我過去那一頭到底是怎麼回事 當真實的東西又拿出來的時候 你就產生很多事情 Reality is not what it used to be 就是你以前以為真的事情已經不再是真的 過去國民黨跟他說中國 他說戰爭是怎麼回事 他們都決定 戰爭的解釋權他們決定告訴你 你把它背下來 等到你現在真的到國際上去看的時候 不是這樣的時候 你以為真的Reality 就不再是你以前以為的那個樣子 Becoming aware of our world view 當你發現這樣的衝擊來的時候 你被震盪了 發生什麼事情 你開始注意到 我過去是不是有個世界觀 我看待所有事情是有個觀念 這個觀念你才注意到 以前為什麼你沒有注意到你有世界觀 因為你以為理所當然 所有在這個社會 這個群體裡面 大家都一致的看法 因為受過教育跟媒體以後 你以為這是一個整體的 直到外面的真實世界闖進來之後 所以你就發覺 我過去是有一套價值系統 但現在受到挑戰 接下去是什麼 Never experience encountered disease 就是說我們當中 生得那麼大 還沒有經歷一件事情就是 結構 就整個崩盤 但是很多人有 我覺得 我剛才不講觀點 比如說一男一女結婚 你們都帶著你們的觀點 本來我那個家庭的觀點 跟另外一個男生他從小長大的觀點 是不是強碰 衝撞了 衝撞誰的觀點比較重要 中間有鬥爭過程 沒有錯吧 所以就有磨合期 就會爭吵 最後是 總是要協調出一個方法 才能繼續生存 一起共存下去 你總是會發覺解構的過程 我過去從小到大 媽媽都是吃飯的時候 大家都到齊才能吃飯 可是我太太吃飯的時候 是大家輪流來吃 因為他們家做生意 誰有空就誰來吃 這樣就可以吵架 這種就是兩個 兩套不同的系統跟價值觀 collide 撞擊在一起 就會產生這些問題 你就會發覺 這個要重新解構 就把我過去建構起來的東西 摧毀掉 重新再來一次 重新再做什麼 reconstruct our world based on truth 接下去我們在建構的事情 就要基於什麼 過去是虛假的 現在基於真實的事情 來重新建構我們的世界觀 回到剛剛那一章 所以講到史觀 我講歷史 也有一個觀點 你怎麼看待歷史 同樣它是一個 回到第一章 它是一個event 比如說911發生 它的事件本身是中性的 可是從美國人來看911跟 蓋達組織來看911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一個是聖戰 一個是說你怎麼 對不對 完全不一樣 然後再下一章 所以我們現在接受到的史觀 過去的國民黨給我們的史觀 或流亡政府給我們的史觀 是帶著很多目的 他說 It's always tended by sin, motives and self-interest 第一個 sin就是掩蓋過去的罪行 它給你的史觀 是要蓋掉它過去做的一派事 比如說你一把我們抬 他沒有按照戰爭法來做很多事情 比如說叫我們去當兵 對我們抽稅 改變我們的國籍 他這些東西都有目的 他一步一步來 秘書長不是講三段論嗎 第一開始你是日本人 所以來抬 用戰爭的立場 再來你台灣人是中國人 他給你教育 第三個 他中國人比台灣人 要三段把台灣人給吃嫁 他最後的目的是什麼 你過台灣人要吃嫁 我問你們一個簡單問題 中國為什麼敢說 那時候一直宣稱台灣是EA 為什麼 因為他認為他是中華民國的繼承人 中華民國死掉他是繼承人 所以中華民國所有的財產都是他繼承 如果中華民國在台灣合法化 他就有權利來要台灣 為什麼釣魚台太敢吵 也是因為這個理由 因為釣魚台是屬於台灣的 如果台灣是中華民國吃下來 那我就是合法繼承人 所以我要跟你要 所以最後 終結起來還是要解決台灣問題 尚在日本天 我們這件事情要出來 所以他自己要去 就是掩蓋過去的罪行 所以他做的教育 媒體 宣傳 都是有這個目的 on the purpose 才灌輸你這個史關 第二個 motivs 這個一個是過去 現在針對是未來 還有就是當下的利益 比如說他直接改名字 他改名字 比如說明明是流亡的部隊 他改成叫榮民 從名詞上重新定義 你就以為是 觀點就改變了 對不對 本來是一個 落難的流亡的部隊 怎麼變成榮民 變成光榮還保衛台灣 那會更好笑 對不對 所以這種就是觀點在改變 他名詞給你 台灣難民變成高級外省人 雜種變成純種的中國人 我待會慢慢講 你們先不用急 完全忽略台灣 地位最重要的馬關條約 跟舊信山合約 只講其他的 凱羅宣言要什麼 抱歉 你如果把宣言放那麼高的位置 我請問你 那條約要放在什麼位置 宣言都已經這麼重要了 那條約要放哪裡 就放不上去了 所以 好 下一張 抱歉 剛才講 再回到上一張最下面來一句 其實史觀很重要 怎麼個重要法 你的史觀代表你的立場 立場產生行為 行為會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所以你明明是台灣人 可是你用的是中國的史觀的時候 就有問題了 你應該建構是台灣人 或摩擦人自己本身的史觀 你用別人的史觀 你會改變你的思想 你的立場也會改變 你的行為跟著改變 最後你的台灣人的命運就改變了 不要小看這概念上的問題 它是一步一步一步會影響下去的 台灣人的命運掌握在我們的觀念裡面 我們怎麼看待這段歷史 接下去 再下去 再下一張 好 那怎麼看歷史 我今天給你們重新看歷史的方法還有幾種 我現在比較scientific 比較科學的論述 記得我們台灣民眾 不是跟你訴求一個理想 也沒有畫一個大餅 也不訴求感情 我們是很科學的證據 法理的論述 邏輯的推論 就這樣講 大家就相信 Give historical events There are proper priorities Then you can have the perspective 也就是說 你把事情發生每件事情給它一個順序 接下去你就可以有透視 來 下一張看圖 看到沒有 你們大家知道透視法 透視法就是有遠有近 最左邊那個看得最清楚 越小的越小隻 前面越大隻 所以你整個就看得清清楚楚 知道那個距離遠近 如果三個都一樣大的時候 灰了 對不對 歷史不能這樣看 歷史一定有輕重緩急 遠近 這樣看得清楚 但是你如果被扭曲的話 比如說國民黨的歷史 它就特別扭曲 怎麼扭曲法 它特別強調部分歷史 有些歷史就給你不見了 變小 你看我的課本就知道了 你課本Hangry 那國中高中的課本 歷史大部分一大塊都滿 中國歷史 中國地理 用量給你改編 用強調的部分 量多到以為這才是台灣歷史 不是啦 台灣有幾萬年的歷史 怎麼都不見了 日本人在台灣有50年也不見了 接下來我還會講 這歷史的大小 還跟它的範圍有關 比如說鄭成功降臨台灣 台灣的一小塊台南外面 叫做佔領台灣 清朝佔領台灣 左半邊三分之外 不是他佔領的 可以講佔台灣嗎 可是他歷史都在說 所以很多人很喜歡講台灣史 可是他都在講 漢人在台灣的生活史 村內人都不是人 就他們那一群人是人 所以就說歷史上 跟你輕重環境弄亂了 我看看 好 下一張 好啦 那你給先後順序的時候 要根據什麼原則 我們慢慢看 我分成幾集 A集 B集 C集 D集的證據 第一個證據 就像在法院裡面 越上面級數越高的 越有說服力 而且沒有牽扯到個人的主觀意見 越上面越客觀 什麼樣的客觀 比如說基本的邏輯推理 同樣的時間不可能發生三四件事件 也不可能 反正這些基本邏輯推理 第二個物理性質 比如碳144半衰期 有一個人拿一個古董來 要賣給你說 這個一千萬的花瓶 憑什麼 他說這個是 不知道是日本的 不知道什麼 飛鳥時期 然後這個是什麼 唐朝的什麼古董 要把你賣那些貴 你就憑他講幾句話就相信 沒有 我就拿去實驗室裡面做驗證 他有碳14那種 故隸是照射 那半衰期 半衰期就是 它的分子會減少一半 但是這個有一個問題 它在五萬年之內有效 超過五萬年就不準 這是物理性質 還有位置大小量 比如說我在哪裡挖到 比如說我在歷史 在冰河的地方挖到一個大象 冰河長毛象 你就以為全世界都有長毛象 也不能這樣推論 說那個時期就是冰河時期 都是長毛象 不能這樣推論 所以位置大小量 來決定你怎麼樣去推論 這就是很科學證據 化學氧化 你說那個時候人開始使用鐵器 你就看到氧化程度 你挖到一個考古 然後看不可能 這個時間不對 對不到 也是一個證明方式 第三 物理性質 生物性質 最近剛出來 我待會兒就講 我們的DNA 以前很難查對不對 可是現在用棉花 幫你口腔裡面刮一下 一下不到一兩天抽出來 一組一組都看得到 TCGA那幾個 全部排列出來給你看 第二集 考古資料 接下去考古就很多東西 比如說農業器具 比如說我們的大奔坑文化 還是說 我們北邊的長濱文化 還是你說去十三海航博物館 去看 當時的人是 吃的蜜蜜 還是什麼放的 有著來推論 當時人是怎麼生活的 生活多久 怎麼樣捕魚的 都有紀錄 就用這個來 甚至考古資料 還有文化產物 要經過多久 比如說埃及 有一萬年前 以前就做成樂器 木頭 你就推論說 那個時候已經有器具 可以把木頭拋光的工具 人要衍生到 能夠把木頭拋光的工具 至少又要五千年 所以你就推論 這個文化其實存在多久 還有語言寫 有人說台語是 但是 我跟你講 在語言裡面也有考古 台語為什麼不能講 說這是 因為台語裡面有餐很多 是我們 麵包周圍的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你到新加坡 新加坡也講華語 他就講說 福建威對不對 結果他們講什麼 幾乳 老闆在幾乳 有沒有 乳是什麼多少錢 你知道你知道 可是乳是什麼 這當地的馬來語摻進去 路地 路地是什麼 麵包 麵包 那又是當地的語言 那這算福建化嗎 不是 所以你就從語言裡面 也可以去考古 因為你現在回到原來的福建 那個地方 去看那個語言裡面 沒有這幾個 所以顯然是跟當地 就流到當地以後 跟當地的原住民的語言 混在一起之後產生的 就是這樣 或者我們現在很多城市 什麼名字也是這樣 再來文字記載 這就很偏主觀了 歷史記載時間空間量 我剛才講 只要是寫下文字 或者用嘴巴講出來 一定牽得到主觀的意見 因為我的看法 我的觀點 而且我從頭到後 是根據我的觀點寫歷史的 拜託 在座各位有誰在寫歷史嗎 沒有 是誰寫歷史 當權者 有權勢的人 一般人不會寫歷史 我們一般人怎麼會寫歷史 輪不到我們寫歷史 我們頂多是看歷史 接受人家的觀點 套在我們身上 我們是看 觀察者 但是寫的人 就有那個生煞大權 說你是王 你就是王 說你是寇就是寇 水在你寫 對不對 一支筆在你寫的 所以越後面就越主觀 到後來推論假說 那個告到便說 那是假說 所以當DNA證據出來的時候 這些下面 A級 B級 C級 這依此類推就要推翻掉 它出現B就要走 B出現C就要走 C出現D就要走 C出現D就要走 下一張 你是誰 你是誰 你叫什麼名字 你在做什麼 你叫星期五 有誰知道什麼星期五 有誰知道什麼星期五 有沒有人知道什麼叫星期五 你不要看下面都不准看 阿魯 阿魯 誰講的 弟弟你很厲害 這位帥哥 你很厲害 對 魯冰森是一個白人 他就是航海 就遇到風浪 然後講這個故事 因為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結果他就漂了到一個荒島上面 然後他就到荒島上 不知道怎麼辦 也不曉得這是什麼島 位置在哪裡都不知道 但是他船上還剩一些殘餘的貨物 他就搬到島上面 就在樹上就蓋了一個屋子 就自己把那些剩餘的物資 就再recycle 然後他就這樣住了好幾個月以後 突然來了一個 跟他一樣是人類跑出來 當地的人類 他看到他的時候 也不曉得怎麼溝通 不曉得語言 說要不然你叫星期五好了 因為我禮拜五碰到你 這不是很好笑嗎 奇怪 但是你是外來人口 居然你給我取名字 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應該是那個當地住的人 跟他講說你叫什麼 給你取名字 現在倒過來 這起來就是白人觀點 是不是白人觀點 對啊 我不要來這邊你叫星期五 那不是很好笑嗎 我在這邊住了好幾萬年 說到這個我問你一個簡單的事情 台灣叫什麼名字 有人說沒出名叫台灣 是嗎 是叫台灣嗎 這叫福爾摩沙嗎 台灣 是叫台灣嗎 都不是 我問你一件事情 如果你住在一個地方 自給自足 需要給自己取名字 對啊 有幾個人 為什麼要給自己取名字 當你跟人家互動的時候 才取名字 比如說當地台灣 住在這個地方 土地人 不跟人家外界互動的時候 他不需要替這個島取名字 他以為這就是全部 等到外國人進來的時候 他會叫 要不然他部落裡面 互相打來打去的時候 那叫什麼做的 那叫什麼做的 對不對 互相打來打 互相給對方取名字 才能identify他們 沒有人替自己這個島取名字 所以 本來台灣名字叫什麼 沒名字 後來 本來13世紀來 13世紀的時候來台灣 那時候也沒有取名字 到後來呢 可能日本那邊有些記載 但是後來不到外國人 開始叫我們叫Fomosa 美麗的島 對不對 Fomosa 之後 再就一張合約叫台灣 叫Fomosa 我後來是覺得Fomosa 蠻好聽的 所以我想就叫 因為叫台灣ese 就拍一聽 後面叫ese Japanese Vietnamese 對不對 可是美國人叫American 德國人叫German French 都叫得好好聽 台灣叫Fomosa Fomosa 我們現在因為要開始跟人家互動 我們自己選名字 對不對 好 下一張 好啦 慢慢的進入狀況了 這是什麼圖 我跟你講 國家地理雜誌 你們上網去查都好 這個也不是我自己編出來的東西 這個圖是國家地理雜誌 它有一個叫做Genographic Project 你們上網查 這就是我講的 最近因為科技發展的很迅速的關係 所以他用棉花棒 這是國家地理雜誌 贊助的一個作業 然後他有一個叫Dr. Spencer 是這個計畫的主持人 他就到全世界各地 用棉花棒在口腔裡面給你挖 好像曾經哪一個做過這個 我聽說是有 挖了以後 再把送到實驗室裡面 把你的DNA抽出來 才知道你是誰 你知道嗎 我們人在傳我們的後代的時候 我們的什麼 DNA會重組 不是 會複製 複製 然後在你的小孩子上面存在 可是複製的過程當中 太多次有時候會誤差 每一產生一次誤差 你的所有的後代 都帶著你這個誤差出去 所以人家就因為這樣知道 你是誰的祖先 誰的後師 會對你那裡造出來 因為DNA上面有個變化 所以他們就是用這些變化 倒追回去 追到後來就把所有的人類 遷徙獨得造出來 有意思 然後他現在目前 他樣本空間是67萬個 相當大的樣本空間 沒有在猜測了 很準 所以他就照著這些路線 按台灣人 大家可能對其他人種 沒什麼興趣 但是最後人種是從哪裡來 非洲 Original 從這邊 我們身體上有Y-Chrome 有DNA Y-Chrome的話從哪裡來 XY染色體 Y只能從爸爸來 媽媽身上沒有Y 媽媽只有XX染色體 既然你是從你爸爸來 你爸爸又是你爸爸的爸爸 後來就只有一個 Y人身體只有一個男生 沒有 先不講Y 我們講說這條路線就跑出來 叫M174 M174從哪裡 非洲 然後走到埃及南部 走到印度 走到這邊 馬來半島 可能爪哇部分 然後上來台灣 大概日本 大概韓國 然後進到所謂的中原地區 所以中原地區有很多地方來的人 有的從亞西亞 從印度上來的 有沒有 也有從蒙古進來 從歐洲進來都有 所以誰是雜種 中國人是找他雜種 我們比較順 我們M174在五萬年前 四萬年前就已經到這個島上 之後就沒有跟人家互動了 因為那時候航行 航海能力沒那麼強 你在島上就一直生疼 直到有一部分是往這邊到日本 直到韓國 所以無人說韓國人說 他是中國人祖先 沒有錯 中國人生氣什麼 是啊 可是日本又是他的祖先 我們又是韓國人祖先 我們是從DNA騙不了人 所以 又是Dr. Spencer講過一句話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就是最偉大的人類的歷史 居然不是教科書寫的 是記載在我們的DNA 在我們血液裡面 騙不了人 你是誰騙不了人 你不要用文化的那種訴求 來跟我們說 我們對著來 我DNA出來 我剛才講 科學證據是D級 A級的 A級證據出來 其他都靠邊站 你從文化才幾千年歷史 我們現在說十萬年歷史 那是真正我們在我們的血液裡面 高砂族應該很驕傲 Proud of Yourself M174的後代 這才是你應該尋求認同的一個最主要的東西 你的血液裡面流的是這個 是不是 可是問題來了 印第安人也知道他是誰 可是他生存下去了 遇到困難 所以就算證明你是M174的後代 你還要有其他的方式 讓你在這個島上存活下去 印第安人慢慢消失掉 他如果繼續堅持他的觀點 他就被滅掉了 沒了 很多印第安的族 支派就不見了 當初真派那些人沒了 因為還要派的人來 你知道美國為什麼是屬地主義嗎 我們為什麼是屬人主義嗎 屬地 因為本來印第安人住 白人住 他當然要屬地 有很多問題 要不然他憑什麼住在那裡 而且他也帶了很多非洲黑人來 當然要生下來的後代 繼續留在那邊 所以屬地 你只要這邊出生都是我們的人 這一定要屬地主義 不行要不然你會送回去 送回非洲 所以也要有一個說法 它叫屬地主義 所以美國才能 那你一旦屬地的話 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來了 就沒有規定說你不能來 你現在要防止 Amigo 墨西哥人不能上來也不對 但他就形成一個利益團體 他就不讓人家進來 所以說法可以不一樣 下一張 但是最最基本 這個就是時間圖 幾年到哪裡 一開始非洲在這裡 差不多六萬年前 人類歷史不太多 六萬年前在這裡 人不是高山變的 DNA後來證明說 猴子的跌跟人的跌太遠了 跳不過去的 沒辦法進化演化過去的 五萬年前差不多到這邊 四萬年前差不多到我們這裡 台灣 三萬兩萬一萬再進去 時間點 你看這很早到澳洲去 這個圖是科學證據的一個結果 下一張 你看怎麼證明毛利人 最近有毛利人來台灣 看到我們這裡的美術館 看到裡面的那些珠寶 首飾 嚇得掉 說這我們祖先的 沒有錯 我們剛才已經把那圖畫出來以後 他就不用太驚訝 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對不對 他說北南 台南東的北南遺址 跟毛利人最接近 不用接近 你祖先 你那裡這裡跌跌了 他就有路線圖 這很清楚 他裡面有叫Battu的這種東西 所以他在做考古已經 比科學證據在晚了一下 對不對 但是他證明了 之前的科學推論是正確的 來 下一張 毛利是紐西蘭原住民 他毛利語表示正常人的意思 然後這邊有趣 甚至科學家也發現 毛利人與台灣的原住民 DNA是很接近的 不用很接近 就是 就是我們的原住民 就是我們古少島 也是我們白不少的人 OK 紐西蘭有62萬 澳洲有12.6萬 英國有8千人 英國怎麼跑到英國去 送去的 還不算 下一張 OK 所以你現在佛摩桑 現在知道了 本來我們叫佛摩桑 之前16世紀的時候 葡萄牙水手 有沒有 在這邊 然後最後到1950年代 中華民國流行政府來台之後 台灣的國際名字是誰叫台灣 所以母親的名字叫什麼 不叫台灣 我們現在給我們 叫佛摩桑好了 來 下一張 佛摩桑不是我講的 你看看 1920年的國家第一雜誌 上面寫什麼 佛摩桑的Beautiful 那時候美國紐約的報紙 轟炸台灣 美里告 轟炸台灣的招 上面寫什麼 Tons of explosive for 佛摩桑 Fomosa 好聽啊 來 下一張 San Francisco條約 裡面寫什麼 Japan Renounced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the Pescadolis Pescadolis就是澎湖 台灣跟澎湖 那時候又是什麼 叫Fomosa 根本又台灣 沒有啊 來 下一張 OK 被抓到賊窩的王子 在發現自己真正的身世以後 人家說 叫人抓掉了 叫鬼抓掉了 被流亡政府叫鬼了 流亡政府為什麼叫鬼 因為他死掉的政權 不是鬼是什麼 沒有身體 所以他到處跑 跑到台灣 像 鬼很喜歡附著在人身上 他才可以享受 台灣是一個被附著的 我現在講一個故事 在生意上有一個故事很有趣 有一個地方叫格拉森 那耶穌到格拉森這個地方 因為他是天然的石會沿洞 很適合當墳墓 所以人家都放在寶寶裡 就在裡面 結果因為這個關係 那地方就是 可能呼喚野鬼太多 有一個人就被鬼附身 結果他附身了以後 突然空無有力 不用吃不用請 就全身拖光光 就到處亂跑 那村子裡面的人怕他找麻煩 所以就用鐵鏈把他綁住 可是沒辦法還是掙脫了 就到處去繼續亂跑 結果耶穌一來的時候 就跟他講說 看到耶穌就衝過來說 永生上帝兒子 我時間不夠 你想說來 難不成我現在就要下地獄嗎 他說沒有沒有 來 耶穌就說你叫什麼名字 那個人就說我叫群 群啦 一群的群 為什麼叫群 他沒有名字嗎 因為負責在他身上的鬼很多 叫群 一群的群 所以這個人已經回答不出 他自己的名字 是鬼替他回答 耶穌說從這個人身上離開 鬼聽話 像說旁邊有豬 兩千頭就附在豬身上 就衝到海裡面淹死 當然也一樣 你叫什麼 我叫豬 我是中國人 好笑 你明明就佛爾摩沙島上的人 你叫中國人 你叫鬼附身 鬼替你回答名字 所以你講錯名字了 還用鬼的名字要加入聯合國 還用鬼的旗子要去到處去抓 所以搞不清楚自己是誰嗎 爭的 所以真理 就是法理是一個真理 法理出現的時候 鬼就要跑掉了 了解嗎 我們真正的身分找到了 OK 下一張 Reasoning OK 大家好像是活著 你為了什麼理由活下去 你有沒有搞清楚 我活到今天到底為了什麼 是為了一個假的名字嗎 一個虛假的歷史嗎 還以為是遇中國繼續傳宗後代嗎 不是喔 所以這個人叫做 有人知道這個人是誰嗎 他要觀看英文 那郎在寶 唸一下 他名字叫什麼 Tor Story Tor Story 是什麼 托爾斯泰 對 正確 很好 托爾斯泰 有聽過吧 有聽過托爾斯泰 一個哲學家 很好很好 他講了一些名言 比如說他到五十幾歲的時候 就發生一些 他遇到中年危機還是什麼 他就開始想說我為什麼活著 為什麼做這些事情 他說我為什麼現在才 The question brings us to the age of abyss 就是在崩潰的 崩潰的邊緣 在地獄的邊緣 他說為什麼要活著這件事情 為什麼其他人都不去想這件事情 趕快嘛 台灣旁邊的 歷史周圍的人都沒有去想這件事情 每天上班下班 上班下班 傳宗接代 都要去歸過 沒有去想為什麼 你名字是什麼 沒有想搞清楚過 但是托爾斯泰已經想了 我只用他的名義來提醒台灣人 時間到了 好找給他 問這個問題吧 你為什麼在忙 所忙為誰 I'm living for free happy 台灣人請說 你不要說那麼多 我這一輩子 我就是為了自由快樂幸福而活著 這句話有沒有講錯 我這輩子只追求快樂自由幸福 很多人講嘛 好像很合理 聽起來好像很合理對不對 女生也很多這樣講 所以有些女生都說 我這輩子就要追求幸福的感覺 所以她就嫁給一個男生 好像可以給她幸福 結果結了婚以後她就不幸福 於是她就要換人 再繼續找她下一個可以帶給她幸福的人 這樣對不對 所以她把幸福當作你人生追求目標的時候 你就會產生這個結果 因為你 我跟你講 幸福快樂自由是 伴隨著你正確的目標之後 副產品是伴隨著產生 比如說我要建立一個健康的家庭 比如說以這個作為前提 OK 所以爸爸做爸爸該做的事情 媽媽做個晚餐 小孩子做個小孩子 大家剛剛有一天一起吃晚餐 坐在一起各司其職各盡其手 大家一起吃飯 享受到快樂幸福的感覺 所以她是副產品 因為你在執行某些該做的事情之後 它伴隨來的感覺 了解嗎 但是自由快樂幸福 不是你以這個做目標去追求 比如說醫生 醫生說我追求 剛好讓醫生說我追求金錢 那是伴隨來的 如果醫生講說我要當一個好的醫生 然後因為你當了好醫生以後 大家聞名而來 病患越來越多 所以因為你這個得到名聲 所以因為你這個得到很多金錢 沒有醫生把這個當作目標 他應該把更高的東西當作目標 更正確的目標 然後去追求 如果以前做的這個醫生就有問題 所以人也一樣 你如果快樂是你的人生目標 讓你不快樂你都要放棄嗎 或者讓你快樂都可以做嗎 那就不對了 你就沒有原則了 你就失去原則 因為你把副產品當作主要的目標 在追求的時候 你會犧牲掉這些原則 台灣人一樣 我就說快樂幸福 甚至於犧牲掉知道你自己是誰嗎 也就是當你在開病室的時候 其實你還在當人家奴隸的時候 你還繼續做下去嗎 你犧牲到太多了吧 我只是讓大家開始想 最後得不到追求真正的幸福快樂 他一直在換人 換到後來沒有這個結果 所以目標弄對 OK 好 我們下一張好了 我們今天有很多圖要看 所以 OK 講到這邊我要講另外一個 上次藝術史論的時候 他會講過 存在感 我現在今天的課程都在慢慢訴求大家 對於那些聽到法理論述 沒辦法接受的人 一步一步幫他們導引出來 存在感 一個人小時候 你怎麼建構你自己 我們剛才講史官 史官之前你要有一個sense of existence 就是你感受到我自己存在 存在感很重要 當你剛出生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我自己存在 透過吃奶 跟媽媽互動 你哭 媽媽就跟你秀秀 你就說 原來有人注意到我 我也注意到他互動 就慢慢建構自己的自信心 就存在感存在 接下去爸爸進來 接下去其他兄弟姐妹進來 就慢慢越來越有自信 因為這些人都愛我 當你有自信的時候 你就學習力強 學習力強的小孩子 什麼 競爭力就強 競爭力強的小孩子 在社會上就很有競爭力 就活得很好 這個如果顛倒過來 比如說我在哭的時候 啪 媽媽打你一個耳光 小時候 嬰兒的時候 我在講嬰兒的時候 哭了餓 還要跟他吊嘴巴 他就講這是什麼狀況 顛倒過來跟我期待的是不一樣的 我期待他愛我 呵護我 怎麼顛倒 所以他在形成 要建構他自己的存在感的過程當中 出了問題 你的期待是違反你的期待 所以你就混淆了 慢慢會怎麼樣 自卑 自卑 對 所以我那時候 我跟你講 我有經常到育幼院裡面去帶小孩子 就是這樣 我辦遊戲活動就是要給他們吃 要給他們玩的 可是就有幾個 就捏大腳都不愛照出來 為什麼 後來我才知道那個是受虐兒 為什麼受虐 就小時候叫人靈體 當他說 我是台灣人 啪 你是中國人 我是台灣人 啪 你是中國人 就是這樣子 當你在建構你的存在感的時候 被否定 被拒絕 不僅被否定 還要用另外一個名字 架在你身上 你混淆了 你的存在感有問題了 所以台灣小孩 我們在座每個人都受虐兒的傾向 都有那個 在骨子裡面 在我們血裡裡面 都是這樣 不想吃 當作我沒得就好 不敢站起來 台鄉是說 我是否有謀殺人 沒頭白痴 你知道嗎 你們是受虐兒 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裡面的患者 講到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你們知道嗎 知道嗎 就是受虐的人 我講這個故事好了 就在斯德哥爾摩這個地方 就瑞典 有這個地方 有一個城市 瑞典鎖住斯德哥爾摩 這個地方剛好有銀行 有幾個搶匪進去搶 裡面 是誰的手機可不可以關一下 有點很disturbing OK 然後 然後 有這個 一群人被 被夾持 綁票在銀行裡面 人家想他錢 他們在裡面 差不多 被夾持了五六天 最後警察公監把他們救出來 救出來以後警察當然要起訴他們 就照法院說 我要照顧這幾個人 就找證人 證人當然就是被關在裡面的人 結果被想說 這裡面的人 說拒絕出庭作證 為什麼 產生感情了 哀傷他們了 怎麼會這樣子 有沒有很詭異嗎 對 很詭異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跟你講 在那幾天裡面 他們被封閉起來 他們跟外面沒有資訊溝通 那裡面每天都要喝水 吃飯上廁所 對不對 他拿這個來控制他 比如說 你乖我給你一罐水 謝謝你 我多給你一個麵包 他這對我特別好 他就這樣操作 那裡面的人就開始 有些人就開始 就說 這是給我養他鼻息的人 餵養我 謝謝他 就像台灣人 趕快 中國打飛彈對你 有一天不對 飛彈對你 你就謝謝他嗎 中國不會跟你打喔 哇 大家開心 不是好笑嗎 我照什麼 給你打 有一段沒給你打 你就感謝我了嗎 你就磕頭嗎 你就說謝謝嗎 這種就是受虐兒傾向 有一天不罵你 有一天不打你 台灣人就很高興 中國人不打 他本來就不應該打我啊 你應該這樣說吧 你拼什麼打我 這才是一個正常的人格 應該有正常的反應 一樣 我跟你講 斯德哥爾摩 裡面的人 那你怎麼幫他們走出來 怎麼幫台灣人 對斯德哥爾摩 政後局裡面走出來 回到歷史 就是那五天的報紙給他看 你們在裡面被關的時候 外面是怎麼樣 想辦法救你們 對不對 因為他的資訊是封閉 過期台灣人的資訊也是封閉 以前報紙 Time Magazine 新聞 上面寫到台灣都圍掉了 黑幅塗掉了 我們出國念書之前 還要到劍壇去受訓 做思想教育 怕他們說你出國以後 思想變了 果然沒錯 一出國大家都變了 我也出國 我一看到 就不對 過去就被騙到這種程度 就醒過來 所以一出國的人 就不想回來 誰想再被繼續抓進來關的 除非那有利可賭的人 比如說外省人第二代 這邊有好處可以拿 他當然回來 用這個名義再來騙你 說我哈佛畢業 對不對 繼續做你總統 繼續來認定 他有好處 他在國外沒辦法競爭 所以來這個 他在保護他 看有沒有 OK 我講到這個 剛剛不是有個人的存在感 慢慢有家庭的存在感 家庭存在感 有弱有強 強的會保護弱的 形成群體 群體越激越大變成什麼 部落 部落開始有什麼 生存競爭 有水 有土地 互相跟另外一個部落打 打一打什麼 又把他併起來 要不然就把全部對方殺光 然後入給路多變成什麼 變成kingdom 小的國度 小的國 打一打去 像日本以前戰國時代 中國有戰國時代 歐洲也有各種kingdom 在打 入給都還不夠大 再大 大有什麼程度 大英國鞋 夠大了吧 多少國家 你敢打大英國鞋的任何一個國家 不敢 你打一個全部都來 捅了蜂窩 美國啊 沒人敢惹大英國協啊 美國也是啊 有一間合眾國 不同的States 一樣嘛 就是部落結合到很大型的 美國加加到英國 英國再加上日本 中國要跟他打嘛 拜託 OK 今天講到這邊 然後部落跟部落殺的時候做什麼事情 他通常會把 以前過期啦 把酋長的頭砍下來 懸置 像日本天皇是不是被選擇 然後村內人怎麼樣 全部殺光 過期是這樣 我來想想 這樣不對 土地 荒置在那邊是誰去耕作 我搶來土地是誰不去盡作 也是要派人去 我把你們抓的 比較厲害的 比較有力的 比較有力的 我都來抬掉了 剩什麼 剩老弱婦孺 殘兵 弱將放在那裡 幫我種田 幫我賺東西回來 我叫這個人 這些人叫一個取個名 叫做資源回收人 你本來是要被棄置的垃圾 被資源回收回來 台灣人都是資源回收人 過期我們的經營都被殺掉 228被殺掉 要不然他騎到出國 都念書都不要回來 那老一屆都島上的人就是這樣子 資源回收人 對他不造成威脅 資源回收人隔壁也是 香港就是 我們還跟他body body 資源香港出生的人 居然跑到台灣來當中 資源回收城市 香港過去被英國統治 所以英國怎麼樣 只要派一個總督來 你每年的稅收 revenue的幾分之幾 我就抽回來 你就繼續努力的工作 那後來還給中國 中國也說 舞照跳馬照跑 意思是你繼續 吃喝玩樂 對不對 唱歌跳舞 那繼續做什麼 就買東東 就買東西 這就是資源回收人 資源回收人思考沒有多遠的 他的長度多少 他記憶力長度多少 不是一天 他是媒體決定多長就多長 比如說洪中秋一個月 好的一個月 那個收化劑一個月 好 那就練一個月 他記憶力就一個月 因為媒體在講 他就覺得很重要 媒體是他的統治者 媒體是下命令的人 所有資源回收人就跟得動 這就是資源回收城市 香港就是 所以在那邊 中國收回去他不爽 不爽什麼 移民到哪裡 台灣來 現在香港一票的人想跑來台灣 人都沒有 以後都會送這些小人 OK 繼續 繼續下去 來 下一句 OK 所以你要為了什麼理由來打這場仗 我們現在回到歷史來看的時候 有的人又為了DNA 像我剛才講的 有的為文化 有的為信仰 文化就有些說 我生人的 過去 以前中國來統治台灣很容易 他不用打仗 他幾個東西過來 宗教過來 你去信他的宗教 都是中國神 中國神 你就變他的人 他用姓氏 你真的信靈 不是 你平補租 我剛才講DNA就不是 以前為什麼有姓氏 你知道 就是部落在打仗的時候 酋長的姓 就弄一個名字 那就是你的姓氏 我把你這國都占掉 你這些人都跟我姓 如果徐國打靈國 全部都姓徐 這叫姓氏的來源 跟血統無關 我剛才講說雜種是在中國 因為他各種的渡落在那邊打來打去 五胡亂八什麼都已經沒有漢人 哪有漢人 哪有中國人 你定義給我看 他DNA拿出來給我看 說有叫漢人這件事情 沒有 對不對 那姓氏後來就是次性 一樣 宗教 姓氏 還有什麼 語言 他語言給你改了以後 你所有的語言就套在裡面 所以過去中國人跟他通締的時候 不准講日語 不准講台語 只能講中文 你就從頭學起 那以前你空有一肚子的學問 有什麼用 你語言不會啊 所以過去很多日本時代受到法律教育 去東大北京回到台灣沒頭路了 他就是遊戲規則給你改嘛 總改嘛 錢給你換掉嘛 錢幫你吃掉 人才幫你浪費掉 一步一步來 你還沒錢 最後還替他 叫賣掉 叫鐵人算錢 就是這樣 還幫中國人賺錢 還幫他算 這個不夠 那個要多加一點 國稅局 還是台灣人在那裡做 DNA 文化 信仰 政治 歷史 有人因為歷史恩怨 政治 什麼叫漢民族 是虛構的民族 中華哪是 他說五胡 五族共和 五族 就表示很多種人在上面 很多種人 我跟你講 說的族 這個很好笑 歐洲是不是很多種種族 他有沒有因為大家去 台灣人有一些人 一廂情願 所有的人都是祖先來自於非洲 我們就和平相處好不好 我跟你講 這句話 永遠也輪不到台灣人來講 為什麼 你才兩千萬人要跟人家說什麼 人那幾個月就沒在講話 你還要跟人家融合 融合你就沒了 根本沒有你戰力的空間 你就被滅掉了 這叫滅掉 你知道 你沒有你的identity 你這個人不見了 這個輪不到我們講 你就想還跟人家說 邊邊是人啊 邊邊是人啊 中國人都躲在這裡好笑好笑 笑的 那幾年呢 也沒有混在一起 他們很清楚自己是誰啊 他們很清楚自己是誰啊 怕機關怎麼跟台灣人 不知道自己是誰 還要跟人家融合 我跟你講 那時候我們父母籍那一代 有一個很卑微的訴求 不要叫我啊 新郎 那時候以為是外人 女兒你怎麼不能叫我 你知道為什麼嗎 就怕你種族被滅掉 他是從發自內心底層的 一個最卑微的訴求 因為打不過人家又被人家佔領 人家又用大量的人口要給你染 要把你吃起來 現在的種族滅絕不需要殺人 他就大量人口進來就好了 就像他對付西藏一樣 大量人口進去西藏 這樣的人沒去 沒去以後要跟誰吵 你要根據什麼來吵 沒有了 了解嗎 所以父母親那一代說 不能嫁我身人 是這個理由 你可以去嫁日本人 嫁韓國人 嫁美國人都可以 因為他對台灣沒有土地上的野心 了解嗎 可是中國人對台灣土地就是有野心 就要把它吃起來 他利用我剛才講 宗教 語言 信誓 就要把它吃起來 再來就是人 血統 灑精子你們都變成他的人 哪有這回事 你要被滅掉 M174的後代 這是你最基本的訴求 好不好 維持你是什麼人 來 來 來 最後 最後 好啦 這世界上的人為了所有的理由在打仗 比如中國講說自古以來 最愛說自古以來 自古以來我那種非洲人 自古以來 你也不是那邊來的 來 最後 所以目前為止 世界各國願意為結束戰爭 而採取國際法解決 最好 有的人講歷史 有的人講血統 有的人講文化 有的人講語言來打仗 他說都不要來這一套 我們整個這樣 國際法 國際法 阿波隆以後 國際法 這塊土地是不是你的 你打贏他 你也不能把它吃掉 以後戰爭就消滅掉了 你如果還開這個洞的話 所有野心家 永遠要占別人便宜 所以即使美國打贏伊拉克 伊拉克不會變他的 你打贏日本 日本也不會變美國的 對不對 了解了 所以法律 那時候希拉維回到亞洲的時候 中國說 我們不講那個 我們講歷史事實 抱歉 我剛才講歷史是有觀點 你怎麼用你的觀點 要套在外國人的身上 他以為中國很大 所以以中間 中國為置居 所以他的觀點決定世界觀 那就很好笑 這次世界剛跟你有強勢的國家 跟你強蹦的時候 他就要退讓 所以希拉維說 等到你有夠實力 你要挑戰這個原則再來 沒有實力就點點了 對吧 好 下一章 好啦 種族滅絕 現在知道了 我們念這個好了 西班牙國家法院 19號 根據普遍管轄原則 對中國前 國家主席江澤民 前國務院總理李蓬登 五名中國前任高官發出逮捕令 理由是這五人涉嫌 對西藏犯下種族滅絕的罪行 這將使得江澤民等人 若走訪國外 可能遭到逮捕 中國官員則強硬回嗆說 哪個國家受力實施 將是自取其主 有膽就來吧 這句話有點像羅馬 好像做壞事 美的不然 歐彈你給我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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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西班牙很強盛 為什麼敢對中國強盛 他不怕 不是 真理 真理要有實力當作後盾 我跟你講 西班牙經濟其實很糟糕 可是問題是 西班牙是屬於歐盟 歐盟 歐盟的一份子 就是大英國學 你敢吃嗎 所以西班牙法院通過 其他歐盟國家也會照做 中國不敢去惹歐盟嗎 照理說中國要做什麼 我禁運 我不准你賣東西來 我也不准買你的東西了 他就可以這樣搞 可是他不敢 他只敢嗆說 不然你給我領 不然你給我領 對不對 就蠻可憐的 因為他沒有實力 他沒有實力跟歐盟嗆 那歐盟對你 你只叫一個小小孩 西班牙給你吃吃吃吃 沒辦法 對不對 眼前虧 啞巴吃黃臉 對不對 我講 歐洲有什麼 共同體 有關稅同盟 端一市場 共同農業政策 講到最後 刑事案件的警察合作 與司法合作 這是歐盟全部都是一樣 所以西班牙那個法院判的就是這樣 好 下一張 好啦 我還有多久 看看 我要夾快 所以你在講這個 我們在講這個時候 其實你們來這邊都已經精英了 大部分社會95%你碰到的人 都是資源回收人 聽到你講 我明天還要上班 兒子下禮拜要考聯考 對不對 我要結婚我要生孩子 你以後再說 搞不清楚事情輕重反擊 跟台灣這麼多年來 被人家虐待 當奴隸的原因 就在這個關鍵領域上 可以透開 你不會把握這個現在 還在那邊做什麼 繼續過 所以它資源回收人 實際上這沒人繞 是啊 那怎麼辦 我跟你講 放棄 我在講這個 其實這不光是在台灣 在美國也是一樣 因為真正去投票有限 固定的人 真正參與政黨活動有特定的人 政黨裡面又是activist 就是有活動力的人 又是特定 頂多5% 所以我們針對這5% 所以民主主上講 你如果不愛聽 放棄 下一個 你有很寶貴的時間 不需要自己鼓掌 不用去說服他 你只要講 喘 這個聽得懂 聽不懂 算放棄 再來 這時間點很關鍵 你就講就好了 也沒叫你去做什麼 只是告訴他法理是什麼 聽得懂人就進來了 就這麼簡單 不然你們怎麼來 我跟你講 真正台灣人 真正台灣新的台灣人 聽到這個的時候好高興 高興什麼 哇 怎麼有這麼好的消息 應該是這種回應 我趕去上課 我趕去辦身份證 可以把我的身份證澄清 對不對 應該正常的反應是這樣的 不是在那邊呼嚨跟你講的 有個沒五四三 對 太多奇怪的理由 那表示他的立場已經定了 他的觀點已經定了 就是因為他立場已經暫定了 所以你的東西推出來 他不接受 不接受就用理由唐賽 因為他也沒辦法否定你 他也沒有足夠的理由去否定你 他也沒有足夠法理的訓練來否定你 可是最後就是 我要做我的事 就是這樣 對啊 你們是高級資本 接下去上高級辦 都是一樣就是法理 法理是唯一 我們手抓得住的東西 不要開玩笑 來 下 現在我就要平衡一下 要不然沒有多 來 麻煩下一張 再下一張 我真的沒有時間講這個 我唸一下這個 送給賞壓人士 就是那個資源回收人看的東西 身為奴隸的人沒有過去 更沒有未來 沒有死關更不需要傳承 因為對奴隸而言 沒有什麼好因以為傲 值得紀念的事 奴隸不需要激化未來 未來掌握在主人手中 連抬頭都不敢的奴隸如何往前看 因為手中捧的一口飯 就是活下去的理由 所以奴隸們總告誡他們的後代說 想這麼做要做什麼 可以吃上 可以效果最實在 小心 如果把他前面擺著那碗 收飯拿走 換成一盤龍蝦海鮮開胃菜 加上一瓶香檳酒 他會拼真老命衝過來咬斷你的手 就是這樣 真的 你真的國外 跟他變下去他真的會罵人 他真的會跟你歡臉 好 下一張 所以我今天給你們上課 是在時間上拉長台灣人的史觀 猶得長 猶得這麼萬年 上萬年 不要再被他禁縮在那裡算 從空間上 從不同的觀點給你們看 看歷史這件事情 不是歸史 從M174的生存角度 來決定你的角度 觀察角度 在海島立場看台灣 天上海底地下都爛 OK 不是那個陸地觀點 陸上的龜 我們是海上的 海是我們的家 搞錯了 我們不在怕水 我們是靠海底生活 台灣這塊獨立是靠海的 我們在海裡面是很舒服的 歷史解碼如何獨取什麼 錯誤的認知會給佛摩莎 帶來無止境的災難 這句話有什麼意思 台灣人如果還在堅持中國觀點 他會產生問題 災難 而且本來戰爭是在海上 現在會跑到島內 不光是台灣人自己認同 搞不清楚的時候就會這樣子 所以是觀念 是思想改變一切 來接下去 我先不講再說 真的太複雜了 來 再跳 OK 過去我們講的 人類我們台灣已經六萬 四萬年前 這是一萬年的長度 這裡面這一小節 是這個 1624年的時候 西班牙荷蘭來台灣 1683年的時候 東寧王國出來 東寧王國它的起是這樣 大清帝國出來 大日本帝國 來 跳下一張 我在看這種長短上面給你看 清朝號稱他在福建建神 建了什麼 知那人眼中的台灣人是什麼 民變十分平凡 素有三年一小凡 五年一大凡之身 為什麼凡 來 下一張 為什麼凡 你不要抵禮 你把我們 你們剝削我們 當然會煩 所以那時候淨台 沒有多人 其實沒有所謂的客家人 全州 張州都沒有 說出來都是平埔族的人 自以為是客家人 自以為是全州 自以為是張州的人 產生了衝突 了解嗎 你血液裡面 你不是流的都是平埔族的血嗎 這是福爾摩斯 這塊導彈M17式的後代 你是因為文化上被人家殖民了 所以你認同錯誤 還覺得為了他打仗 那更好笑 來 下一張 來 這是以前清朝時候的地圖 這因為不是我的 右半邊沒有 對不對 三分之二 東半邊都沒有財政官吏 所以那時候說 貴國制裁之 跟外國打仗的時候 要把他討人家說沒有 這不是我管的 對不對 化外之名 這是什麼 明正時期他的領地 只有這麼一小塊 你把鄭成功減台灣 那不是很好笑 鄭成功減台南 減台南 就這麼一塊 對啊 統治多少 不是好笑嗎 那你的歷史被你寫得好像很大的樣子 我給你看那個實際上 他能統治的有效範圍多大 不然幾個人是要這樣統治台灣 從北到南 我看他都走不了 中間遇到大都王國 就抬了 大都王國是當地平捕族的 形成了一個大部落 將近一個王國 這當初 荷蘭人佔據的地方 勢力範圍 這是西班牙人勢力範圍 大都王國勢力範圍 我看 下一張 這以前的地圖 還不是我們畫的 這是外國人法國人畫的 所以查稿觀點的話 你要從不同國家人來看台灣 不是中華民國給你灌輸的那一套觀點 下一張 沒有時間講 再走 好了 我們現在講 補充我們 missing part of our history 就是我們歷史上缺掉那一塊 就是日本時代 發生什麼事 給我轉明一下 OK 大日本帝國 台灣歷代總督四季 1895年到1945年做了什麼事 這上面的圖片 最左邊就是什麼 華山之記 再來貴太郎 乃木西典 兒育元太郎 這個人是什麼 他例外 兒育元太郎的時候 他也後臀性貧 歐多姓貝 他照片找出來給你們看 念一下我念快點 軍政轉民政 1895年一年裡面 領台善後租稅減免預告 地方官制委任立法制確立 台灣總統府評議會創始 司法制度確立 地方法院副省法院高等法院三級制 警察制度理番政治 醫院設置鴉片制度 鴉片制度那時候 逐漸把鴉片這件事情 把他禁止掉 他一開始先鑽賣 鑽賣以後再限制量 限制量以後再減少 到後來消失掉 油變電信 定期航路 開始有船 渡量橫改正 財政金融制度 這比較像是 真正要經營這個地方的做法 你們如果是屬於政治 我們也都是 以後都是高級 高級班以後都是政治人物 你要看日本人 怎麼抵立台灣 從一個清朝那種 蠻荒地帶 他們只有設那個官 關雅門 給你偷錢 偷水 待會兒我來看相片 第二個台灣總督府 貴太郎的時候 6月2號到10月14號這幾天 臨時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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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這時候 長洲藩的知藩 德藩生出身 袁太郎 他做什麼 警察私育官養成機關設置 警察是要養成的 保甲制度實施 土地水利失業 地級調查 大小租權地方自治規則制定 基隆及高雄 主港工程 開始起港工程 全島道路鐵路建設 該直建設 你看多少年之內完成 福利便宜 十斤設置 總督府醫學校 要醫學院才有醫生 過期都沒有 台灣銀行創立 財政二十年計畫 財政獨立計畫 確定明治三十八年 離災救助基金會 公布祭司公會 殘足廢止 老腳的 你怎麼老老腳 你就知道我年紀了 唐業政策確立 台灣神社建立 學校準備 台灣教育會設立 衛生設施 張腦研 煙草專賣 匪徒鎮定 禮藩事業 南之台灣人 台灣籍移民學校 戶口調查 下一張 接下去 明治三十九年 左九兼 左馬太 到大正五年 農會設立 內地人農業移民 事業開始 日本人開始來台灣做農 台北市街道下水道設置 下水道 有衛生下水道 跟下雨下水 中國那時候還沒有 縱貫線全通 這幾年縱貫線全通 所以後來 天皇來 那時候摄政王來台灣的時候 是做縱貫線 對頭坐到冰洞去 北京人工坐到冰洞 一站一站停 中央研究所開發 化學部衛生部 阿里山開採造林事業 他們不光是開採還是造林 你去看他們在 雅庫西馬 日本南部的一個島 鹿兒島 九州那個島 它怎麼開採 它一樣的政策是用在台灣 它不僅開採還是造林 博物館開設 圖書館開設 蘇山療養院 同匪事件 西大安政 這是第六代總督 第七代總督 明明鳩 這個秘書館有講到這個 台灣電力諸事會社 日夜團火力電力事業 教育令公布實施 縱貫鐵道中部海岸線開通 華南銀行 台北商專 那時候台北高等商業學校設立 廣東福中博愛醫院都蓋好 第八代田建治郎 這就是天皇來的時候 田建治郎這一位 施政方針是什麼 同化政策 一視同仁 開始沒有內地外地 一視同仁 抱歉 內地延長主義 台灣教育公布實施 差別教育共學制 加南大俊起工 有幾個重點 地方自治確立 中央研究所各試驗所統行 高等學校設立 有分為三年四年 這時候發生一件事情 那時候天皇要來的時候 有人跑去跟天皇講說 台灣現在很亂 你不能來 那個總督說要 我們就看總督的日記看看 看下 OK 你看他的日記 我就取他日記的部分 幾月幾號 台灣思想之惡化 蓋系在東京學政被 再台不過數人 特單在多少請社會主義而 未到危險之程度 一半人民極其忠實順良 跟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返不一樣吧 在總督的眼觀 台灣人是什麼 忠實善良 感世一通 同仁聖恩 無危險之餘 所以你能來 所以你本人的眼中看來台灣人 所以難怪王父母其實那時候很感念日本時代 不會再說 再換那種事情 沒有啊 覺得很好啊 那時候反的人是誰 我跟你講其中一個叫黃曹錦 黃曹錦 那時候台灣人有很多是因為在清朝的時候得到好處的 因為日本來的時候他好處沒有 所以他叫反 你反日本在反什麼 真正對你好的不反 真正對你好的你反 對你不好的你不反 而且是少數人 而且他們東京受過教育 你看下一張 來照片給你看 找包 191幾年的台灣人 找包吧 我跟你講你們女生在座搞包還沒有穿這麼高級的 這一定是巴黎當地時裝 當時的最少包的時裝 你看他 項鍊 這種開口秀 在191幾年的法國 男生穿西裝哪一個不帥 那叫杜聰明 回應到嗎 台大醫院的第一任的院長杜聰明 這個我親戚 我爸爸的舅舅背 下一張 你看 你看那時候同學會 同學錄 1941年昭和16年的時候同學錄 那時候都留學回來了 他們做一個紀錄 有沒有 這林獻堂在這邊 對不對 陳約瑟這位是親戚 黃曹琴 Vigo的 UV Illinois Champaign那個地方 可能UV Illinois 我看那個 岩水龍 畫家 這裡面都可以找到這個名單 來 下一張 以前台灣人是高尚 你沒有覺得嗎 過去我們沒有這一塊 有沒有告訴你以前 大安良是怎麼受教育的 在帝國裡面受教育的 OK 好 先跳 先跳 我們直接看照片好了 今天沒有那麼多時間 看照片 來 我們開始走照片 好 這個當初馬接博士來台灣的時候 第一個住的皇后飯店 來 下一張 馬接在台灣拔牙 那時候是在1895年之前 對不對 馬接提前就到了 來 下一張 馬接是加拿大人 奧克斯福爾郡 然後在普林斯頓念神學院 然後在台灣 來台灣 傳教 然後後來在這邊帶台灣母 就要生團下去 就一直一代一代就下去了 來 這是他那時候剛到台灣的時候 你看 腳又翹起來 醫療這樣吃飯 我們現在老人腳翹起來吃飯 來 下一張 來 這是主日學 開始教會的學堂 紐金學堂 來 下一張 那時候台灣 來 下一張 那時候都去西門 城門跟清朝一樣 看起來很厚 來 下一張 那時候日本拍很多鐘頭 來 下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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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這什麼 這什麼 檳榔西斯啊 他在賣檳榔 如果我們台灣檳榔西斯換成他的話 大家沒有人要買了 大家可以杜絕吃檳榔的惡喜 我們都請檳榔西斯的攤子都換成這樣子 你都不會想去買 好 下一張 OK 西鄉重道 那時候台灣 然後那時候禮藩政策 來 下一張 剛剛講的不要再砍頭了 那是要出草 原住民有一個習慣 你把人頭砍下來 掛起來 OK 下一張 那時候剛從北川親王 剛從北部 那時候1895年進台灣的時候 下一張 抱歉 你上網到時候可以看 然後這個你看 他的部隊 前面是日本人 然後這是我們高砂族的同胞 他拿了日本旗 後面也是高砂族的戰士 你看每個人都拿一根什麼 上面一根一根 那都是人頭 那時候就出草 把人頭砍下去掛起來 後面都是 下一張 那時候是他們的party 部落裡面在有一個慶典 慶典的時候 婦女就在那邊跳舞 這有日本軍官在那邊 還有小朋友在那邊看熱鬧 你看婦女的手上 那邊拎的一個東西 人頭 那都人頭 但是有一次我們童心裡面 剛好有高砂族馬上就說 人頭 他很容易就認出來 那時候習俗是這樣 下一張 那都是願意歸順的那個 日本就理番政策 教他怎麼用槍 下一張 以前高砂族的女生 很好看很漂亮 下一張 你看這群在拍照片 他的腳前面全部是人頭 一顆一顆的 有沒有嚇到 那隻腳都是人頭 放在那邊 有點恐怖 在出燥 真的出燥 下一張 所以他們怕了 所以洗澡的時候 都要叫病在那邊裹掉 要不然洗一洗 頭就被削掉了 下一張 這個就是因為那時候 原住民去攻進學校 那時候日本人要實施教育 就把所有的小學生都殺死 進學校 這裡面生還者 因為其中一個日本老師 把這個小孩都藏在封坑裡面 給大家塞裡面 再給他抓出來 這是生還者的照片 來下一張 後來接受教育 來 下一張 來 下一張 跳 那時候第八聯隊 空軍第八聯隊來台灣 好 下一張 再下一張 那時候小朋友畫畫 第八聯隊的那個 好 再下一張 那時候飛機都來 好 下一張 我們看很快 那時候剛好 我們大日本帝國的軍隊 打到馬尼拉 所以他們就到街上 來慶祝 拿我們的機 下一張 這個是哪個幼稚園的 小朋友 他們有選 大正幼稚園 他們的園園會 那時候日本時代 來 下一張 我們講1911年 這叫什麼 工會堂 中山堂那是國民黨 暗時他蓋的 給他賣一下名字 什麼地方路都變塌的 用他的名字 房子都變塌的 很好笑 給他講 明明是日本時代的石油公司 中國石油公司 套上去了 來 下一張 那時候工會堂是每個人 花一塊錢 台北市民 出一塊把它蓋起來 這是工會堂 對 下一張 那時候是北投溫泉 下一張 這人是哪裡 猜猜看 這哪裡 好漂亮 以為是歐洲 台大醫院 台大醫院 下一張 這是我們的軍樂隊 下一張 在神社前面 這是三山樓 我們唱歌 三山樓就是這種 三山樓就是有快車道 有慢車道 中間有種樹 那種很漂亮 那時候台灣就是三山樓 下一張 這一張 棒球隊 台北市裡 來唸一下什麼棒球隊 台北市內哨棒對抗宅 華山小學南門小學 我們在講一九一幾年二幾年的台灣 你在說什麼 日本時代的台灣 我跟你講 工業很可能 用棍子去打石頭 那是由流亡難民在這樣搶棒球 人家一九一幾年的台灣人 有穿制服 有戴帽子 有手套 有棒球 有球 有經理 有對齊 拜託 好嗎 是我們這種精準 是幾乎 他們不要打棒 壓球的人走來台灣 把我們變成旁邊下去 我們高朝朝 這麼高興 就要去 用手機打酒 過期是有制服的 而且是台灣 台北市的各個小學 互相打聯賽的 過期是生活水準很高的 那是帝國 只有流亡難民給你 怎麼這麼低下 拜託 我們都顛倒 我們歷史真的被扭曲 我給你們看照片為證 來 下一張 什麼 台北市公車 日本時代一幾年二幾年 就台北市公車 下一張 台北車站 更早期的 下一張 台北神社 拜靖國神社 來 現在不是靖國神社 台北神社 這是草山行館 下一張 你像我都顧不上去 這是什麼 建宗學生 那時候真像帝國的小孩子 建宗 台北第一高中 男生的 像是帝國的 第一高中的小孩子的樣子 再回 不像我們現在建宗中的 膩膩膩膩膩膩 下一張 這是哪裡 台北市立博物館 館前路走到最後那個博物館 日本時代就蓋好蓋得漂亮 來 下一張 像歐洲 這台北市榮丁 下一張 就是藤娘路的附近 這是總督府往下照 空拍 來 下一張 以前就這個樣子 不是他們蓋的 下一張 這時候 這有照片為證 這是什麼 這是生活雜誌裡面的 美國生活雜誌 台北市啊 台北車站附近 很像歐洲 你看裡面有人穿的衣服 男生穿這種 Taxi套 女生穿這種 禮服 沒有人要穿衣服 穿衣服 穿衣服 別人走 車站 還有公車 還有公車後車停 來 下一張 中山橋 馬英九給他拆掉 中山橋走到後面 就是我們表參道 就是我們上我們神社 下一張 新公園 從上面往下走 下一張 已經都市規範 後來的台北車站 之前那個是台北車站 這個是第二支 就是後來我們現在拆的 之前長這個樣子 下一張 這是嚴明北路那附近 下一張 這也是哪裡 你知道他們在幹嘛 日本時代 我們國際交流國標舞 那時候請人家來表演 你看那時候人的穿衣服 好像比我們現在比較好 你看男生穿什麼 白色鞋子西裝 女生的各種風格 頭髮 你看 怎麼會輸我們現在 我在講一幾 19一幾年 二幾年 台灣 真的 後來沒了 再下一張 走看以前 我跟你講打什麼球 要穿什麼制服 沒有什麼都是穿內衣去打 台灣現在變成像難民一樣 打橄欖球要穿橄欖球衣 打棒球要穿棒球衣 來 下一張 醫生像醫生 那時候一個成賞 膽賞在台北的行醫 教人家怎麼 來 下一張 這裡是什麼 鐵路局的旅館 多少包 來 下一張 我走快一點 那時候已經有石油了 下一張 新竹火車站 下一張 你直接點 台中 台中 那時候就有了 不是說人家來之後再去的 那時候就是日本時代 台中公園 來 下一張 那時候台中港下港的時候 我們的海軍 大日本帝國海軍 你看 西式的餐點 餐桌氣氛多少 下一張 台中綠川 綠川 綠川西街 多漂亮 像歐洲 多美 他號稱小京都 下一張 那時候空拍 台中市 你看他們有次都市規劃 不是要黑白人 去旅行 來 下一張 來 下一張 再跳 來 日本跳 摄政王來台灣的時候 愚人 來 下一張 來 再走 台中 來 走 再走 我現在台北一直走 台中橡膠出口的地方 你看那時候在做生意的人 穿這個樣子 穿這個樣子 沒有在家邊兩 那時候就穿這樣 很有樣子 191幾年 20幾年 台灣 下一張 三線路 台中 來 小京都之稱 這個是什麼 台中週丁 來 下一張 台中火車站 下一張 再走 來 來 嘉南大俊起功的時候 發包 來 下一張 來 下一張 再走 嘉農 那時候打日本決賽 甲子園決賽 棒球很厲害 下一張 來 走 再走 你可不可以唸一下 這樣速度比較快 一邊翻一邊唸 這邊是哪裡 嘉義士隆町 嘉義士隆町 我從台北一直走到台東 給你們看 來 下一張 是全島建設 沒有什麼只有台北市 下一張 神社 這邊是什麼 彰化 彰化水源地 從上面看下去彰化市 上面有水源地 還儲存水 乾淨的水給大家喝 來 下一張 這是什麼 台中週丁 沒什麼 下一張 這台南 剛才那是台南週丁 台南市 下一張 這什麼 穿得漂亮 台南女中 畢業年齡照 台南女中 日本時代是這麼有規矩 穿白襪領 你戴頭髮弄得乾乾淨淨 每個都漂亮漂亮 都有氣質 對不對 制服又漂亮 水左中 真漂亮 你看 那時候 那時候的台灣狼是這麼有水準的 拜託 下一張 台南 台南 你看 日本時代 我在講一九二幾年 三幾年 四幾年的事情 來 來 再走 台南 下面寫日子語 台南火車站 來 下一張 再走 再走 台南神社 那時候天皇來的時候 右邊是海軍 這邊是陸軍 站得整整齊齊的 乾乾淨淨 來 下一張 高雄 高雄運河 來 下一張 唐廠 那時候幾本席台就這個樣子 來 下一張 高雄 台南 有沒有 寫日文 那時候火車站 等火車 來 下一張 穿和服等火車 來 這裡是哪裡 高雄水泥工廠 水泥工廠 好像現在 你覺得好像是最近拍的照片 可是1920年30年拍的 來 下一張 又是一個棒球 軟式棒球 不光是硬式也打軟式 這是高雄的哪一隊 念一下 快點 沒有 這是高雄的棒球 一樣有隊經理 有隊員 棒球都這樣擺 來 下一張 有隊企 高雄以前高雄港 也是1920年30年的高雄港 就已經有這種鐵架在運貨了 不是苦力在那邊揹東西 而且那時候 整個唐廠的鐵道有走到這邊來了 這才是建設 那是國民都去的 日本時代都做好了 來 下一張 高雄港 來 再走 那時候壽山下來 然後接下來 天皇走壽山下來 下一張 來 念一下這個 那種再要 nered 高雄 鳳山 幼稚園 你看幼稚園 園園 園園園 選那些園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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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送乾 ja 小孩子 光小孩子穿的衣服就不得了 有大帳篷 這個是日本時代 再下一張 高雄水產實驗學校小孩子 畢業典禮開Party 來 下一張 穿西裝打領那裡 那時候屏東的部隊 大日本帝國部隊 來 下一張 這個是哪裡 下一張就走 這是鵝鵝鵝米 大家看得到 以前鵝鵝鵝米就起好了 誰起的 日本一台就起好了 來 下一張 我跟你講 那個鵝鵝鵝米還有一個故事 清朝他們撤退的時候 1895年的時候 他還毀掉鵝鵝鵝 中國有一個壞習慣 他們在走掉的時候 要毀掉所有東西 不讓後面的人去用 他有壞習慣 什麼焚塵焚什麼 他就不讓後面的人用 所以連鵝鵝鵝這種重要的建設 他也是毀掉 惡劣到極點 這個是當時我們的台灣人 開著車子去全家去郊遊 在鵝鵝鵝的地方沿著樹林 你看 穿和服 帶小朋友 穿西裝 很有機子 下一張 來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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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屏東 往上 往下擺 再走 屏東撤站 再走 屏東試吃會 便當試吃會 日式便當試吃會 來 下一張 來 台南 這是什麼 屏東公園 屏東公園 好 下一張 你看 屏東婦女會 每個人穿衣服 那時候屏東就這個樣子 我們一點點時間 我們放影片好了 我們直接放影片給他們看 看不完 我大概手邊有四五百張照片 我只能挑其中一部分 讓你看到以前台灣 台灣在這麼短的時間 居然有這麼多的建設 全島 那時候還有地下電纜 海底電纜一直通到日本 電話一打就通 海底電纜 打電話的電纜 我來看 這燈可以關一下 影片 不是光是照片為證 你看穿和服 看 雪山穿制服 看 雪山穿制服 看 很漂亮 你看 這種車 公車 一步就一步 人車分道 丁阿咖 這所謂的丁阿咖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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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記得是應該鐵路旅館嗎 台北車 台北車 台北A-T 台北A-T 有一部分是這個 也有計程車 也有公車 也有三輪車 對不對 人力車 都有 那時候我們沒有電車 直接用汽車 自然地靜靠 快適的街 那這就是中山腳 中山北路那中山 走到底那中山腳 上去就是表山道 就是海北神社 好漂亮的橋 好漂亮的橋 你現在到圓山飯店也是一樣 開車上去也差不多這樣的路 只是這些都被拆掉了 破壞我們的古蹟 大日本帝國的建設 破壞掉 這以後都要算帳 這以後都要算帳 他來並沒有破壞我們的東西 像我們還保留以前的建坦 那附近的 一些設施 台灣那時候來 日本在台灣35萬人 他們有大量的人口 來給你拉 一地公氣堂 有沒有 博物館,漂亮嗎? 你看看 就歐洲水準啊 那時候,不是台北的歐洲水準 放送局,就是電台啊 電台,它有日語發音跟台語發音 怎麼叫我們 植物園 商品陳列館 建功神社 在植物園 不久 我看到,我在想起了 來 國民黨,劉王政府替台灣做什麼台事 真的會生氣 好 我中聽 大道城 萬家在做什麼 那時候我們台灣人叫洪多鏡 本島人 哦 農村市嘛 那稱之為異國情調,其實都清朝的時候起床起床的結果 但是它還保留,它屬於文化資產 你看它跟白咖,有看 禁殘族 以後就叫禁殘族 女人婦女白咖,非常不人道 哦 那清朝那一種,遺留之毒啊 做鬼 所以你到大廚園那時候 你就看到還有清朝那中國的椅子 資那人的椅子還在裡面 所以你一方面,你相對於本來是很日本式在改革 一方面還保留當地以前的民主 但是慢慢的是可以換掉 新店 現在我們在新店要畢先被灌了 就我們剛剛要亂七八糟了 不一定要一大堆亂七八糟建設啦 保持原來美貌 誒,OK 好,那走快一點 可以稍微再往前拉一點 速度可以加快嘛 好啦,現在回到剛剛那邊一段 呵呵,沒有了 好啦,我們來吃飯了 有空的話再給大家看 大家自己上網去打 打那個南近台灣 來,把電燈打開 我們下課,謝謝 各位學員,我們下課休息 一樓餐廳吃飯 一樓餐廳吃飯